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9月29號 星期四 來看今天有哪些最新消息 9月23號到27號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頓涅茨克、盧干斯克、赫爾松 以及扎波羅勒地區就加入俄羅斯聯邦議題 舉行了所謂的公投 隨後 俄羅斯官方聲稱 頓涅茨克投票達到99%左右 在盧干斯克達到98% 赫爾松達到87% 在扎波羅勒達到93% 西方國家領袖紛紛譴責這場公投是騙局 澤林斯基痛批 這根本是槍口下逼出來的鬧劇 並宣布將召開緊急會議 外界推測 整個俄烏戰爭恐怕已經來到關鍵決戰 克里姆林宮29號宣布 俄羅斯將在30號舉辦重要儀式 屆時普京將在儀式上簽署將烏克蘭、俄羅斯占領區 並入俄羅斯聯邦的協議 這次的結果與2014年的克里米亞公投一樣 不被G7成員國 以及新加坡、哈薩克等大部分國家所承認 烏克蘭官員怒斥 投票期間發生了多起選民脅迫事件 許多烏克蘭人也已經逃離家園 認為這四場公投並沒有正當性和真實性可言 澤林斯基告訴聯合國大會 基輔無法在公投後再與俄國談判 並且會保衛莫斯科佔領區內的烏克蘭公民 同天 聯合國重申對維護烏克蘭領土完整的承諾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表示 美國將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提出決議案 譴責俄羅斯舉辦這項假公投 哈薩克政府表示 不會承認俄國透過公投兼併烏冬 哈薩克斯坦與俄羅斯有著超過7500公里的共同邊界 歷來是俄羅斯在前蘇聯地區最可靠的經濟和政治夥伴之一 該國近來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的意義 另一方面 一直在兩國間調解的土耳其 在為基輔提供武裝無人機 限制俄軍進入水域和領空的同時 28日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與澤林斯基通話時表示 在俄羅斯控制的烏克蘭地區舉行單邊公投 不利於恢復外交進程 土耳其隨時準備提供各項支持 透過和平談判解決戰爭 此外 自普京發布徵兵動員令之後 一週以來 有大約10萬壯丁逃到哈薩克 每天有大約7到8千人越過芬蘭邊界 據法新社的報導 在哈薩克斯坦邊境 可以看到大量的汽車排隊 以及步行的俄羅斯人 其中大多數人都是年輕人 拖著行李前往哈薩克邊境口岸 據哈國當局的統計 截至27日 已經有9.8萬名俄羅斯人越過邊界 5.3萬人逃到格魯吉亞 約10萬人前往其他的目的地 同天 歐洲邊境和海岸警衛隊報告表示 過去一週內 約有近6.6萬名俄國人進入歐盟 目前亞美尼亞 土耳其和亞塞拜然等國 都還沒有披露入境的俄國人數 所以實際逃離俄國的人數 恐怕比官方公布的數字還要多得多 大逃亡造成了邊境國的動盪 有西方官員表示 俄羅斯民眾開始逐漸明白 他們被騙了 這將最終削弱普京對權力的掌控 不過 各界認為 俄羅斯自認烏東四周是俄國領土 烏軍持續攻擊 普京就有正當的理由發動更大規模的自我防衛 甚至動用核武 對此29日 澤林斯基發言人尼基羅夫表示 已經召集國家安全和國防委員會 在30日召開緊急會議 德國空軍機隊已經於28日 抵達日本辭城縣百里基地 將與日本航空自衛隊 展開為期三天的共同訓練 這是雙方首次在日本領空舉行演習 接著10月份 德國議員團將訪問臺灣 共同社報導 這次是德國空軍首度在日本境內 舉行聯合訓練 也是自二戰之後 德國首度將戰機派到印太地區 德國國防部長藍布雷特表示 鑒於印太地區對德國和整個歐洲的經濟 和地緣政治的重要性 印太地區的任何衝突 都會以多種方式對德國產生巨大影響 而日本在印太地區安全中 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時評人藍述認為 德國與日本進行聯合軍演 極其具有象徵性的意義 因為德國和日本 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 二戰之後 這兩個國家都成功的轉型 從軍國主義轉為民主國家 他們的聯合軍演 充分顯示出 當今世界 中共與整個西方世界之間的對立 它是一個民主與非民主 自由與非自由的對立 臺灣國防院國安所副研究員 吳尊彥表示 去年1月 德國經濟能源部長曾主動聯繫臺灣政府 希望協助增加對德國的芯片供應 支持德國的汽車產業 他說 加上美國拜登政府 還是持續地對中國發展晶片進行壓制 而且看起來臺灣晶片的產業 在全球的定位一時間是不可能撼動的 所以德國政府現在應該是相當理解 和臺灣建立更加緊密的關係 是很重要的 但臺灣政大國關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指出 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秘書長王志勝表示 中共這幾年來的窮兵獨武 以及對香港人權的破壞 加上德國政府的更迭 德國的對中政策開始有所調整 宋國成也強調 德國確實也在逐步地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 和對中國市場的依賴 所以這是一個漸進式的一個消長的過程 隨著未來時間的一個發展 德國如果找到了一個具體有效的方法 乃至於在政策上已經斷然決定 要採取一種逐步擺脫中國市場依賴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那時候的台德關係 會真正有一種長逐的一個跨越 或者是進步的一個表現 王尊諺指出 所以整體上德國他走出歐洲來到印太 這樣子的政策立場已經是相當的明顯 所以在整個這樣子的一個大背景下 那德國也來跟臺灣強化關係 我個人認為並不令人意外啦 而且是值得歡迎的 那前景看起來是可以樂觀 王智勝認為 德國議員訪臺也凸顯了另一件事 中共二十大即將召開 為了維穩中共公安部在過去三個月的時間裡 共抓了140多萬人 有人權律師表示 中共這是把民眾都當成了敵人 從6月25日起 針對二十大維穩的治安百日行動正式啟動 28日在公安部新聞發布會上 百日行動辦公室主任 治安管理局局長邱保利說 到目前為止 該行動共偵破刑事案件64萬起 收押了超過143萬名犯罪嫌疑人 該行動曾一度被外界質疑 是否具備法律依據 以及維穩任務的背後是否有硬指標 據美國之音的報導 上海退休教師顧國平表示 如果在電話或微信討論去北京維權的話 警察和政府信訪部門的工作人員 會馬上上門把人帶走 把你弄到黑監獄軟禁起來 很多上訪人士都被關在度假村等黑監獄 中共公安部對外表示 要重點打擊違法犯罪和治安亂點 但訪民、異議人士、法輪功學員和基督徒等 都成了當局打壓的目標 顧國平說 根據上訪人士透露出來的消息 每一個訪民所屬戶籍地負責維穩的警察 如果訪民到了北京 警察就要下崗 所以警察就拼命地要把人控制在當地 曾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背叛三年的人權律師陳嘉鴻 4月才出獄 24日又被南寧市公安局帶走並失聯 上海訪民於中歡為躲避維穩逃到了雲南 仍難逃大數據的監控 被追來的維穩人員帶回上海後失聯 中國獨立政治學者陳道寅估計 當局早已經制定了指標 很多是異議人士 包括宗教團體 也都被納入了擾亂社會治安 尋釁滋事罪這個框子裡面去 據大紀元的報導 旅美人權律師吳紹平指出 中共最高層的權力合法性受到廣泛的質疑 在二十大中共最高領導層的更換過程當中 中共必然要防止所謂的外敵 因為整個社會的民眾實際上是中共的敵人 因為百姓的不滿和抗議 有可能導致中共政權走向崩塌 中共為了保證自己的統治 用這種高強度的維穩方式來控制整個社會 讓整個社會處於一種緊張和焦慮的狀態之中 29日 新任英國外交大臣科維利 受邀出席新加坡議場論壇時直言 中共背離國際秩序 不僅聲譽受損 它的世界地位也跟著受到影響 綜合外媒的報導 26日展開9月初上任後首次東亞訪問行程的科維利 繼日本和韓國之後 29日會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等人 針對印太秩序 臺海問題 地區經貿等議題交換意見 上週才在紐約聯合國大會 與中共外交部長王毅會晤的科維利 當面曾向王毅表達對臺海局勢的關切 同時也強調 英國將會致力維護國際秩序 和臺海和平穩定 29日 科維利在新加坡舉辦的亞洲峰會上直言 在印太地區不提到中國是不可能的 因為中國是當前全球趨勢主要影響者 他說 不過當中共脫離世界秩序與規則 選擇與像俄羅斯這樣具有侵略性的國家戰隊 他的世界地位勢必也會跟著受到影響 英國是印太地區忠實可靠的夥伴 對英國而言 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 不管如何 英國政府都將捍衛自身與夥伴的主權 經濟和安全 如果中共侵害盟友權益 相信任何一屆英國政府都不會坐視不管 9月27日 全世界第一架全電動客機 在美國成功地舉行了首次試航 這架以色列製造 名為愛麗絲的飛機 從華盛頓州起飛 在1公里的高度上飛行了8分鐘 這個9人坐的愛麗絲飛機 充電30分鐘就可以飛行約1小時 里程達到815公里 而它的最大飛行速度可以達到每小時462公里 波音737最大飛行的速度則是每小時950公里 這款飛機的製造商陰陽飛機公司表示 愛麗絲飛機使用了21,500個特斯拉型小電池來驅動 重量略超過4噸 零碳排放 噪音也大幅降低 它比輕型噴射機或高端渦輪螺旋槳飛機的飛行成本還低 對企業和消費者而言 未來的近距離旅行將更加經濟 也更符合環境永續 開普航空公司預計 在2023年前建立一支愛麗絲機隊 專飛短距離航線 如波士頓到血與腳的路線 但目前交送飛機的時間已經確定會延後 而快遞公司DHL和包機公司Global X也宣布 有意購買愛麗絲飛機 不過據西雅圖時報航空記者蓋茨的報導 由於載客量小可飛行時間短 愛麗絲能否實現必要的經濟回報 並成為常用的飛航旅行模式 仍存在著高度的不確定性 但這是電動飛機的一個重大突破 可能會激發更多的飛機製造商朝這個方向發展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